随着鸿海之十多年来持续获利,但盈于未全数分配之结果,让鸿海每股净值由2012年1月1日之57.5元,大幅成长至2024年6月30日之124.2元,翻了一倍。 鸿海集团第八集如何解读2317鸿海净值之波动? 净值是股价重要的参考基准,负债净值比则是债权人用来评估公司财务结构是否健全重要指标。 但您知道除了获利外,还有哪些因素会影响净值吗? 一般而言,影响净值因素可分税后损益,其他综合损益,与直接借贷股东权益如发放股利,现金增资等三大项,以2317鸿海为例,每年税后净利固然是让鸿海净值持续增加之重要来源。 但其他综合损益对鸿海净值之影响也不容小觑不输税后净利。 若您是投资人,想以市值净值比来作为股价是否合理判断基准,则务必了解哪些因素对鸿海净值影响是暂时性的,而哪些因素影响是比较长远的。 别忘了税后净利,后面还有一大段其他综合损益,透过鸿海综合损益表可知,2024上半年2317鸿海合并公司税后赚638亿元,贡献每股净值4.6元,其中归属于台湾母公司股东之部分为571亿元,EPS4.12元。 上述获利是2024上半年影响鸿海净值之全部因素吗?继续往下查看综合损益表可发现,2024上半年2317鸿海合并公司其他综合损益也赚660亿,比税后净利赚638亿元来得更多。 税后净利,其他综合损益两者合计让鸿海2024上半年大赚1298亿元,为什么呢? 其他综合损益贡献每股净值也超过4元,差别只是税后净利扣掉法定盈余公司与特别盈余公司后是可以拿来发鼓励的,但其他综合损益却不能拿来发鼓励,也因此其他综合损益常被误认为是虚无缥缈的东西,较少被关注。 不过,由于税后净利,其他综合损益两者都会影响鸿海净值,因此不论是税后净利或是其他综合损益,只要是持续亏损或持续获利,都必须加以关注。 透过股东权益变动表来掌握鸿海净值变化 股东权益变动表是分析公司净值变化最直接且最清楚之报表。 2024年1月1日,鸿海股东权益余额有1.69兆,相当于美股净值121.6元。 2024上半年度税后净利让鸿海美股净值增加4.6元,其他综合损益则让鸿海美股净值增加4.8元。 不过因为发放2023年现金股利,让鸿海2024上半年美股净值减少了5.4元。 其他如转投资净值变动,非控制权益增减等也或多或少都会对鸿海净值造成影响。 最终导致2024年6月30日,鸿海美股净值增为124.2元。 这里,我们再次看到除了税后净利,发放股利外,其他综合损益是影响鸿海净值之最大宗来源。 但这其他综合损益究竟是什么呢? 由综合损益表可知,这其他综合损益主要来源是国外营运机构财务报表换算之兑换差额。 该兑换差额让鸿海2024上半年度大赚649亿元,但2023上半年同期则大亏260亿元。 波动幅度之大,令人咋舌。 2023Q2单季兑换差额硬是吃掉鸿海全部获利,让2023Q2单季鸿海综合损益成亏损状态。 会有这么大的兑换差额,主席鸿海子公司持有大量以人民币、美元计价之资产包括现金。 这些资产并如2317鸿海合并报表换算成台币,就会产生巨额之国外营运机构财务报表换算之兑换差额。 由于2024上半年不论是人民币或是美元对台币均为升值,故兑换差额呈现出巨额之兑换利益。 综合损益表虽提醒这些兑换差额后续是可能重分类至损益项目,进而影响鸿海税后净利的。 不过,只要人民币,美元汇率不是长期走升或长期走跌,这兑换差额前后期应有机会会抵消。 红海其他综合损益长期走势 从近5年资料来看,红海其他综合损益时而赚钱,时而亏损,但亏损似乎多些。 再把时间拉长至10年创期来看,也是亏损居多,这让红海截至2024年6月30日国外营运机构财务报表换算之兑换差额呈累计亏损640亿元之状态。 约庆是红海3.7%股东权益,不过,相较于红海税后损益持续赚钱,让未分配盈余累计高达9260亿元,占红海股东权益54%,财务报表换算产生之兑换损失,对红海净值之影响不算太大。 纵上所述,其他综合损益是造成红海净值短期波动之重要因素,但长远来看,只要红海保留半数盈余及税后净利不分配股利之政策不变,红海净值必然仍将持续增加。 目前,红海过半以上净值吸来自未分配盈余之累积,因此若您是投资人,则必须谨记,股价参考基准点及净值是随时间在增加的。 三年前的红海与现在的红海是不可同日而语的。